8月12号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 继续在加沙地带 打击以色列军队目标 以色列方面当天称 其对加沙城一所学校的袭击 确认造成31名巴勒斯坦 武装人员死亡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 12号继续在加沙地带 打击以色列军队目标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当天公布了一段视频 画面显示 武装人员对以军目标 发动了袭击 有武装人员使用狙击枪 远距离射击以军士兵 另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 以军12号继续空袭加沙地带 并对汉尤尼斯东部地区发动袭击 造成至少10人死亡 12号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 截至目前 以军在10号对加沙地带 加沙城一所学校的袭击中 已确认打死31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媒体办公室 10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 以色列军队当天早上轰炸了加沙城 一所有大量奴隶失所民众栖身的学校 造成逾100人死亡 另有数十人受伤 此次行动受到国际社会多方谴责 事件发生后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 以空军拒情报精确打击了 哈马斯一个指挥中心 哈马斯对此予以否认 表示被以军打死的 都是巴勒斯坦平民 员 是